台湾地监署青年货报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 因豪宇造成台九线398K到450K道路毁损 助理工程员在2018年间 宅修工程兼造业务涉嫌福报部时工项案 传信高姓公务员及阳性厂商和相关证人共识人 认为高姓公务员跟阳性厂商两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确实有一些部分出现一些疑异 然后可能目前有可能有违照语出的部分 那陆续相关的部分我们还会调阅相关的资料 继续整办当中 然后彻底维护这个整个工程的连接性 那当然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我们也会特别去留意 台九线拿回公路行进路线都以原乡部落为主 是许多部落族人每天必须通行道路 面对工程弊案 有数人表示政府应在严加把关 公共工程安全品质 它的这个安全性政府能够把关的更严格一点 因为最近这些弊案来讲 政府要针对在施工前 这个厂商的这个审核 以及施工后的这个品质的审核 或施工中的这个审核 应该是加强严格的去把关 这样让我们更有信心 也更安全的有这个往返的这个道路可以使用 东检表示工研的贪毒行为 以严重危害国家行政连结 更呼吁公务员执行公务 应遵守法律规范 确误心存侥幸 图谋不法利益 因此将持续扩大 深入追查 以厘清全案案情 原市新闻物局台东市采访报道